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使用CPU 来模拟GPU 显示我们的3D模型 首先我们先来创建一个工程 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来配置一下 在这里我使用到的是 Question Lite图形库 叫SDL 然后将这个库拷贝到 我们工程的目录下面 拷贝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导入我们的库 导入完成之后 我们还需要编译一下 SDL配套的两个原文件 然后设置一下 SDL这个库的 头文件的搜索路径 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主函数 将Const去掉 然后引入SDL的头文件 我们来编译一下 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的话 我们继续来配置 将我们上节课 我们将我们上节课里面用到的 CPP文件 全都导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来 在上节课程里面 OBJLauder 是我们编写的OBJ模型解析器 这几个 是我们在第一套课程里面 就已经编写了 数学库 然后我们将这些CPP文件 全都编译进来 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引入我们的图文件 然后再编译一下 当配置完成之后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 开始编写我们的程序 首先我们来定义我们的窗口 宽度以及高度 定义完成之后 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来定义我们的SDL的接口 然后定义我们屏幕像素的指针 然后定义我们的深度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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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来定义我们的Model 5U以及Projection的矩阵 同样我们需要来创建我们的投影矩阵 在这里我们用到我们之前已经编写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初始化我们的SDL 我们在初始化SDL的同时 我们就来检测它是否创建成功 如果创建失败 我们就需要输出我们的消息 然后我们来创建我们的窗口 这一个参数指的是每一个像素占多少位 然后来设置我们窗口的名称 然后创建我们的深度Buffer 然后我们就来初始化我们的SDL 当SDL初始化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wire循环 来一直显示我们的窗口 然后我们来执行下我们的程序 现在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窗口 然后我们再来编写清除窗口的函数 清除窗口 清除窗口的函数很简单 我们重新设置一下我们的Pixel为0 然后设置一下我们的深度Buffer的值为最大 然后在wire循环里面 调用我们的函数进行清除 然后在wire循环里面 然后我们现在来编写我们的四件函数 当我们按了ESC之后 我们就退出我们的窗期 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当我们按了ESC之后 就退出我们的程序 现在我们再来编写 我们更新矩阵的很爽 感谢观看 编写完成之后 我们还要来编写一个函数 用来粗糙化我们的相机 在这里我们设置我们相机的位置 然后创建我们的透视投影矩阵 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就来粗糙化我们的相机 然后更新我们的矩阵 当我们的相机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 再入我们的OBJ的模型 感谢观看 然后将我们上一节课用到的模型 拷费到我们的项目里面来 我们下一个小时的项目里面来 我们下一个小时的项目里面来 然后我们下一个小时的项目里面来 然后再入我们的模型 再来执行下我们的程序 在这里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顶点属性进行包装一下 我们定义一个结构体 用来包装我们的顶点属性 然后在我们再入模型的函数里面 对我们的顶点属性进行处理一下 我们便利我们的每一个顶点 我们便利我们的每一个顶点 坐标信息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发现信息 我们将我们的发现当成颜色来处理 然后我们对我们的发现进行规范化一下 最后将它添加到我们顶点属性的数字里面去 再次复养更好 然后再用这种重点属性的数字里面去 这下一个顶点属性的数字里面去 好 好 好